杨子在娱乐圈的人员是非常的好呀,这大概也和她那股灵精怪调皮捣蛋的性格也没有关系哦,不管是在采访中,还是在真人秀节目中,都可以看得住杨子是一个特别逗比的女孩,也正是这样,让杨子在圈内认识了好多好朋友。 而且,更好玩的是,在众人的采访中,凡是提到杨子的,必定会贴她的朋友圈,就说她的好朋友张艺山来说吧,在一次采访中,问到张艺山睡的朋友圈最有趣,脱口而出说是杨子,说她老爱犯神经,齐威也是在采访中说是杨子的朋友圈最有趣,平常会发很道理的东西。 当轮有每天除了快乐就是快乐,这句话来形容杨子的朋友圈,李献被问到谁是朋友圈最活跃的艺人,同样的,李献也会说的是杨子,李献吐槽杨子是一个断子手,每次更新朋友圈都会发特别有趣的内容。 牛俊风暴出杨子喜欢在朋友圈天天自拍,自黑。 张嘉辉评论杨子特别好玩,说是非常喜欢杨子,看到旁边的人贤奇已经笑疯了,就连和男朋友秦俊杰的合照都是搞怪的,看得出来秦俊杰真的对宠杨子宠到不行啊。 包括杨子自己说,朋友不开心,的时候会看他的朋友圈,在平常刹书的截图中,看了一下真的是非常有趣,很有喜感了。 哈哈哈哈,看了这么多你们,对杨子的朋友圈,有没有很好奇呢? 喜欢这样的比不做做的杨子吗?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